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1997年 我永远难以忘记他一天 那天我们真正回家了 事隔25年 我依然记得那一声 铿鲲有力的声音 是尊严 是自豪 你们可以杂鲲 我们杂鲲 都你们 161 对于五六十岁的香港人来说 当时的心情 很难用言语去说清楚 但可以肯定地说 香港这个法评 终于赚了自己的家 香港是我们的家 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家曾经的模样 以及那些温暖的回忆 更难得的是 一代代香港人 曾经在这儿拼搏 反倒 守望生活的行跡 到现在都好好地保存了我们 香港回归这么多年 政策稳定 商业繁荣 这座国际化大都市 更加逢我多年 而今天 那些国货在香港 不单止没下去 反而成为国潮 中国人 真是自信起来了 香港和内地 从来都是一脈相承 令我们恩惠的是 今天的世界 可以在这里 看到粵剧 整诗 等传统文化的传承 和发展 回归这么多年 内地的挪鼓 早已经敲向了香港 香港的熊子也回家 如果武士 以前是为了拿个耳朵 那今天武士 就是中国人 向世代展示自己 香港的年轻人 一定会赚 一代人 有一代人的使命 世界都在看着中国 只要我们心中的古典在来 就永远都要做自己的寒司 随着香港和内地的融合不断深入 这里的水产营业 近十年内 已经和大陆的市场 涵绝起来 这是新一代港人 暂身的机会 传统的鱼叶 已经变成 创新创意的大产业 香港是东方之珠 我们鱼叶都可以教我们自己的珍珠 国家政策这么支持 也许在大湾都要创新加工 这么好的事对 这么好的政策 当然捉住机会去大做一场 刚流入海 越港澳大湾区 机遇无限 香港正乘着海浪 创造新的时代科研 将把疫情开始洋洋 既要尽快控制疫情 保护严重生命健康 又要保障经济医生 必须发挥义国养治的务势 中央公共主持 全力支持 在困难里面 我们守望相助 在风雨中 我们团结一起 一家人 最重要的是 起码一起 一起平衡 一起努力 一起融入祖国办事 一起创造更美好的生命 在对面有什么东西 这些人 在这些人所有的灵魂 都在火灵魂 要给你带来的灵魂